微信微博默默等成为了人们交友的重要工具 但是就是有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些工具 发布卖淫信息公然揽客 今日佛山警方就捣毁了一个微信卖淫团伙 今年6月高明警方陆续接到群众的举报 说有人在酒店从事卖淫活动 警方调取了酒店的监控录像 发现一名年轻女子三天多就会更换一次酒店 人到陌生的地方不会经常更换酒店住 这一点比较反常 警方调查发现还有另外的十多名年轻女子 同样也是频繁地更换酒店 而经常与她们同时出现的还有几名男子 有几名男子行为比较异常 在酒店的大堂从下午一直做到深夜 偶尔还会出去买一些成人用品 民警从随接派发的卡片上找到了答案 这些卡片的正面亦有一张美女图 扫一扫背后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好友 朋友圈内全部是暴露的照片 还说可以提供色情服务 民警跟踪发现 这几名男子每天都会向深圳的一名姓张的女人会钱 金额在两万到五万元之间 经过追查 警方发现张某的男友徐某有重大的嫌疑 见到时机成熟 高明警方调集了大量警力 在深圳高明顺德等地同时开展抓捕 成功地抓获涉黄人员32名 其中就包括了徐某 经审讯徐某交代 他先是通过各种方式 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年轻女子 之后通过微信积聚人气 发布信息 联系嫖客到指定的酒店交易 目前徐某等人 应涉嫌组织建设卖淫 被依法刑事拘留 从全国每个人的相互 再打造成同了 我 Hair